要做什麼? 點兩下之後 第一個會啟用聚集 特別是因為我們預設 聚集啟動都有安全性 所以把它啟用起來 啟用起來之後 各位可以看到 這個就是我們要做的表單 它可以什麼時候跳起來 它可以當這個工作部 啟動的時候 順便一起啟動 當然有些同學說 老師都可以弄得很大 可以啊 你把畫面遮住就好 不要讓使用者在那邊亂輸入 因為其實現在很多工作 都在幫人家擦屁股 什麼意思呢? 就是它輸入的時候就已經輸入錯誤了 那你為什麼不能夠在 它輸入資料前先限制 它能夠輸入什麼 不能輸入什麼 那如果你沒有做 前置的控管 後面要 解決問題更大 所以之前遇過很多的 企業 尤其是跨 兩岸 跨三地等等 他們就是因為沒有管到 沒有人去做這些事情 所以大家都在eSale裡面 很愉快的 很愉快的 很自在的輸入 所以最後怎樣 他們要花更多力氣 去把這些所有的資料 通通匯整在一起 那就是一個大問題 到底要怎麼做? 所以我說你乾脆什麼 你剛開始就限制啊 你就跳出一個表單嘛 告訴他說 你哪個欄位做什麼 如果你沒做對 我就跳出來跟你講說 請輸入數字 對不對? 請輸入應該輸入的格式 反正呢 我就先想好 然後呢 自然的欄 後面基本上 你就不用去管到 要去修改 修改那個後續的相關問題 然後你後面你會發現 哇 時間就變成其實 節省很多 因為這種例子太多了 之前有一個同學 是公賣局的 他說他的廠商有五百多家 他每天光要整理廠商回來的 這些資料 他都 就已經非常的頭痛了 後來他學了這個之後 他把它用在他的工作上 給廠商的資料 就是用表單 他後來發現太好用了 因為廠商 再也不會亂輸入了 回來資料 哇 他非常愉快 他光這樣子 省掉不曉得多少時間 不用再檢查錯誤了嘛 OK 所以特別注意 這個表單 很多地方都非常的好用 只要有這樣的東西 我們就可以很輕鬆的 反正你就照我這個方式輸入嘛 你也不用去 特別去交代說 反正你就是 叫他一定要用這個方法來輸入 你不要自己在那邊輸入就對了 OK 那如果你要限制後面不能被動到的話 可能要不就是保護工作表 那輸入的時候先把它解除保護 再怎麼樣 就是寫入之後再把它保護 不過這個可能會又更複雜一些些 我們先講一些比較沒那麼複雜的東西 第一個 當工作表啟動的時候 工作表就起來了 第一個 第二個呢 就是說呢 我要讓使用者輸入到這邊一筆資料 假如說有個會員來了 那請問一下你的名字 他也許就把他的名字給輸入上去了 那輸入的話也許這個假設 他叫王某某好了 OK 然後他的身高 比如說他185 OK 然後他的體重是69 然後性別的話是 女生太恐怖了 男生好了 OK 那這樣的話呢 輸入四個就好 那最後呢 我們的邏輯是這樣 當按下確定的時候 自動幫他把標準體重算出來 算出來 並且 第一個動作 第二個動作呢 把這五個資料 怎麼樣 填到這邊來 OK 多一筆記錄 也就是說 介面之外 還要自動填到這邊 OK 那我按確定 給各位看一下 確定 第一個 算完了 第二個 填過來了 好 所以完成兩個動作 那後面當然就是一個清除 把資料清空 清空很簡單嘛 裡面的東西等於空字串就好了 再來 新增 那新增 什麼意思呢 如果 如果 我希望 因為我可能是多台 不是只有我這邊輸入 還有其他電腦 那我要必須需要什麼一個資料庫 假設我都把它匯整到那邊去 那 我們先練習 如何把一筆 這一筆記錄 新增到資料庫去 OK 那因為現在我已經把資料庫設計好了 所以我們第一階段用SS 那如何跟SS做連動 其實 我們就用這個來做練習 那其實要跟SS連動 很簡單 坊間的書籍都講得太複雜了 等一下你只需要知道兩個東西 甚至你可以暫時不知道也沒關係 你把Sample複製貼上就可以了 就可以work了 我跟你講說哪邊改一改改一改 其實也可以work 但是如果你要徹底了解的話 你可能需要有兩個東西的概念 一 ADO OK 二 SQL 坊間就是這兩個東西 你就可以跟所有的資料庫連線 並且溝通 資料可以過去也可以過來 就靠這兩個 那簡單講起來 ADO是什麼 它實際上就是一個外掛 講外掛應該可以懂吧 就是這個外掛是本來不存在 也就是說 Excel本來是沒有辦法去開啟那個SS 不能去跟SS 去讀取它的資料 也不能夠去新增到那邊去 但是利用ADO 其實它是一個物件 這個物件它有具備什麼 跟資料庫溝通的能力 OK 那這樣應該可以 比較可以理解 它 就是一個 這個 這個物件 OK 那我跟它連線了 接下來我要告訴資料庫 說我要新增一筆資料到你那邊去 可是特別注意 資料庫呢 它是另外一個世界的人 他聽不懂 他聽不懂 他聽不懂中文 他也聽不懂英文 他只聽得懂 SQL 這個SQL 這個L其實是language language 什麼language呢 就是 叫什麼 structure query language 反正簡單講 這個SQL 就是資料庫 那個世界國家的語言 你跟它講 Insert into 哪個table 哪些欄位 放什麼東西 好 他聽懂 他就幫你把資料 這筆資料放到那邊去 所以基本上 你大概就學會 最重要是新增 查詢 修改 刪除 大概這四個語言 就大概夠了80%的 一般常用的功能 那要怎麼做 我想我們等一下就簡單的來跟會講 那當然我後面也有 實際上可以run的sample 你只要照抄貼上 你就可以assess就搞定了 而且程式非常的短 你如果看坊間的書籍 我不知道坊間書籍 可能要賺稿費還是怎麼樣 很厚一本 所以你知道坊間看 只要是ADO相關書籍 很厚一本 那你像我以前也是傻傻的 我真的很用功的把它全部買來看 看完之後呢我發現 我也不知道怎麼用 為什麼 因為它提供的方法太多種了 每一種方法都可以連資料庫 但是變成反而我根本不 因為書裡面不會跟你講說 其實跟你講這麼多 你只要會一種就好了 後來我發現 就是過了一段時間之後 我發現這麼多方法 哪一種方法最好 後來我發現 因為Seql 它是資料庫的共通語言 所以他ADO有提供什麼 用物件啊 用什麼OLED 用什麼一堆的 但是其實後來我發現 最延續性最長的 還有就是普遍性最高的 就是用Seql溝通就好了 所以後來得到的答案 結論就是ADO配合Seql 大概專案就夠用了 你也不要去想說你要學很多 其實你根本學了之後 你也不知道怎麼用 其實現在學資訊的人就這樣 真的每天都在學 學一堆 但是這些東西到底怎麼用 不知道 其實才是最大的問題 所以現在不是說你學了多少 而是說你該怎麼用 我覺得比較重要 所以如果你不知道該怎麼用 你倒不如先暫時不要學 重點是你要先知道用在哪裡 怎麼用 很多人不知道 所以有些學生在學校學了很多 都是老師跟他講說要做作業 做很多做很多 但是什麼用我們還搞不清楚 所以這個東西等一下我們來看 OK 應該知道吧 最後是先新增一個 最後再全部新增 最後新增網方是因為 XS它是單機的 所以如果你要跨多台的話 可能要網方分享 後來這個是前面有講 但我後來發現這個方式不是很OK 所以才會有那個買Seql 這部分的補充 因為它單機一台可以 可是多台可以用網方 但是不太好用 而且非常麻煩 所以後面有那個買Seql這部分 那我們來看一下 首先第一個 大概知道流程 那怎麼來做那個 這邊有個啟動表單 一樣可以啟動起來 所以大概這些功能 那首先的話 我們怎麼樣來做一個表單 第一個切到Visual Basic 第二個呢 請特別注意 你可以參考一下 雲端上面 有這個畫面 反正你就 不知道該怎麼做 你就先照著做 一樣畫葫蘆就好了 上面有什麼 你就照著做就可以 那裡面的話分別 記得喔 12345個 分別是姓名到標準體重 然後顏色啦 各方面都盡量放一樣 那另外旁邊喔 身高 姓名身高體重 旁邊是放那個Test Box 可以讓它輸入 這個性別的話 最好用下拉清單 因為下拉清單 反正用選的嘛 不外乎男就女 那個標準體重喔 不是Test Box 不能輸入的喔 它這個只是 最後做完自動顯示 所以這個是一樣是Label 是標籤 再加兩個按鈕 那我們怎麼樣設計這個表單呢 首先來看 第一個 請你按滑鼠右鍵 插入一個什麼 制定表單 當然在一個 Excel檔案裡面 它沒有限制說 你是不是只能放一個 你可以放很多個表單 不知道什麼地方 跳出什麼表單都沒關係 那第一個 先插入一個制定表單 第二個工具箱 稍微弄一下 這個就是我們需要的工具 標籤 文字方塊 下拉清單 按鈕 大概就這幾個 標籤 總共有四個 命令按鈕 就是我們等一下會用到的按鈕 那首先 把這個 拉大一點點好了 那假設我要設計一個表單 當然你不用急著馬上做 我的習慣 由外到內 由左到右 然後這邊有相關的說明 可以配合Ctrl鍵 複製原件 與配合對齊 兼具設定 可以讓它做的整齊 再來記得更改文字方塊 與下拉清單的名稱 這個名稱一定要改 不然的話 到時候你用我的程式 會沒有辦法match 那分別 後面大概改什麼 買A 指的是這一個 買B B C D E 這個是B1 B2 更改名稱 然後完成 我demo一下給各位看一下 1 請各位 先插入一個 這個表單 2 把這個表單的名稱 下面會有一個屬性的 視窗 把這個先改成Home 我習慣這個叫Home 如果你沒有改到名稱的話 Enter 記得Name 改Home 再來的話 我們的左上角 會有一個叫做Caption 那我在這邊有叫什麼 標準體重計算 所以你把這個Caption 輸入叫做標準體重計算 Enter一下 那各位可以看到 左上角的名稱變更 再來呢 把它底色 因為我這邊底色變成淺黃色 所以你可以把底色 特別注意底色的屬性 叫Back Color 把它改成調色盤裡面的淺黃色 好 外面搞定了 三個地方 第一個是Name Caption Back Color 三個地方 OK 第二個的話 我們在由左到右 那左邊有什麼 第一個 先什麼呢 姓名 那姓名 特別是用Label 拖拉一下 那這個名稱不用改 你只需要改它的Caption 這個叫姓名 請你輸入姓名 給姓名 那它的什麼呢 來看一下 它的顏色是紅色 底色是黃色 那這個地方 那這個地方 字再把它放大 所以 一 底色改成 較深一點的黃色 這樣子 二 字的顏色 就Fore Color 這是Back Color Fore Color 改成什麼呢 紅色 誒 字太小 怎麼辦 就是這樣 縫屬性 把它改成大概18 好了 可以類似這樣 那這邊注意 你做好一個標籤之後 其實可以拿它來當樣板 因為其他 如果還要再拉一次 再做 太浪費時間了 所以記得 拖拉 再按Ctrl鍵 就是複製 兩個 三個 四個 五個 五個 那如果不夠 不夠高 拉高一下 好 那再把名稱 的Caption 改一下 這個改成什麼 改成身高 Enter一下 這個改成體重 這個改成什麼 性別 對 這個改成 這個改成 標準體重 這個不夠寬 好像字太大 再拉一下 OK 再類似像這樣 好 那最後 可能有的時候 你有可能歪歪斜斜的 因為你可能 不是很Poro 不是很專業的 可能你剛開始這樣 那怎麼辦 選取它 做什麼呢 格式裡面有一個 對齊 主控項 就是你第一個選到的 這什麼呢 對齊 左緣就可以了 第二個 這個叫什麼 垂直間距 設為相等 有沒有 垂直間距 就設為相等 奇怪 它為什麼 對齊 主控項 左緣 OK 好 這樣的話 然後再垂直間距 垂直間距 設為相等 有沒有 欸 這樣就OK了 當然如果說你想說 老師可是 我剛剛這個 拉的時候 沒有準 所以我現在 這個比較大 我希望上面四個 也 跟它一樣大 那怎麼辦呢 其實特別注意喔 你可以把它當主控項 主控項的意思是 先碰到的 就是主控項 所以如果我倒過來碰 它就主控項 那所謂的主控項 它的那個 外面那個端點一定是白色的 就是以它當基準的意思啊 OK 那我如果說要把它 怎麼樣 設為一樣大的話 那就是怎麼樣 是不是 調整大小 什麼 完全相同 按下去 有沒有發現 上面四個都完全相同 所以其實你要做個 至少看起來像個樣子的 表單 我想 應該不是太困難的事情 最重要的 最重要的是對齊 調整大小 間距調一下 很快吧 對不對 你看前面就有了 再來做什麼呢 再來 這是標籤做一個就好 第二個 填資料記得 用文字方塊 小A小B 填姓名 一個 底下還有三個 還有兩個 拉下來 拉下來 OK 如果那個間距不太OK的話 你可以再調一下 甚至可以 這兩個 跟它對一下 讓它怎麼調整 對齊 有沒有 主控項的上緣 然後它就調一下 這個有沒有 主控項的上緣 主控項的上緣 OK 有沒有 這樣的話 它就跟它對同一條線 那 另外 再來就是 性別 這個 下拉清單 一樣拉一下 這個我想自己再調一下 底下標籤體重是最後產生的 所以不是輸入的 是我們去產生的 所以一樣是標籤 這個一樣是標籤 這個地方的話 我希望把它底下 變一個 把它變成灰灰的 有點灰色 讓使用者知道 這個不是你填的 這是我幫你產生的 然後 裡面的Label 7 就是Caption 把它Delete掉 Enter 不見了 最後呢 在旁邊 增加兩個按鈕 這個按鈕 叫確定 然後 也是一樣 你可以改一下它的 Back Color 我們看一下 顏色是 這個 綠色的底 紅色的字 所以你可以 這個地方 Back Color的話 這個地方可以用 綠色的底 字的話是Fore Color 紅色的字 上面的話 就是Caption 把它改成什麼 改成叫確定 Caption 字太小怎麼辦 一樣 Caption 這個Fore 有沒有 記得喔 這邊有個小機關 有些同學找不到這個機關 18號字好了 做一個之後 Ctrl鍵按住 向下填滿 這個叫什麼 清除 所以清除只要怎樣 Caption 改成清除 好 完工 第一階段 OK 那它怎麼顯示 執行一下 表單跳出來 OK 所以做熟之後 要做一個表單 應該不太需要太多時間 不過前提是做熟 如果你沒有做熟 其實再花一點時間 我是覺得這個應該比Photoshop簡單吧 Photoshop裡面還有很多 可能要調很多東西 但是這個裡面大概長這樣 OK 不過它需要一點時間 因為這個東西其實太好用了 只是說你們要熟悉它 我再把重點跟各位講一下 1 這個東西叫標籤 拖拉過來 設定什麼呢 分別就是它的底色 前景色 然後它的這個裡面的Caption 就是它的文字 字的大小是FORM 旁邊有個小按鈕 做一個之後再去調整 OK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其他的話呢 就盡可能 照 就是說 雲端上面那個畫面 稍微參考一下 先一樣畫葫蘆一下 反正至少 可以喔 可以先讓它 有一個表單出現吧 OK OK 謝謝 FORM 今天 我們可以